到底是有多大的利空能让全行业公认财务最稳健的万科在行业整体上涨的情况下出现债券单日逆势暴跌接近20%的情况 尤其他明年到期的美元债收益率更是飙升到了40% 导致公司都要特意跑到交易所的互动意义上说明情况来安抚情绪 但即便做了解释他的债券价格还是没有起色 而现在除了万科之外还有包括金帝龙湖等等在内的地产龙头公司 股票跟债券都跌麻了 起因是在上周四的时候有人发现万科的美元债连续下跌 其中的一只在一年半后到期的债券已经跌到68美元了 什么概念呢 债券是一年半之后才到期的 它的面值是100美元 那如果到期之后万科这家公司还没有倒的话 它就会按照面值100美元来还钱 收益率高达47%呢 这其实意味着市场里多数的交易者都认为 万科很有可能在一年半之后还不起这笔钱 那这个事经过几天的发酵之后 现在影响开始蔓延到A股了 虽然说整个地产板块是在涨的 但作为地产龙头的万科却是股债双杀 其中他的股票最高跌了3.28% 21万科02支支债券呢 更是跌了17.62% 100面值的债券打8折甩卖 看到这个情况万科赶紧在交易所互动平台上发声 说公司的基本面没有任何问题 主要是市场的情绪波动所导致的 然后呢还列出了一些数据 说是截止到三季度末手里的现金还有1037亿 是他短期债务总额的2.2倍 至于美元债的问题 今年万科没有要还的债务 只说明年有三笔到期 总额折合110亿人币 公司足以应对 万科在行业里一直给人一个好学生的印象 哪怕他长期是行业的销售额第一 但是他的危机感一直都很强 财务上也非常的保守 10年前就说行业告别了黄金年代 5年前在整个行业还在狂飙的情况下 居然就已经在高喊要活下去 去年他的董事长玉亮更是直接说 当下就是黑铁时代了 不要再心存幻想 必须要快速坚决的出清 在这个期间 恒大碧桂园等等胆子大 加杠杆都曾经把万科甩在了身后 当然现在我们也看到了 那两家都已经爆雷了 还有像经地远洋之类的也有了爆雷的迹象 但是现在市场甚至怀疑万科也会有问题 当然了从财务数据上 万科目前还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市场却又实际的行动 对他投出了不信任票 他的股价从两年前的31元跌到了现在的11 直接打了3.5折 更为专业的投资者们参与的债券市场里 美元债打了7折 境内债打了8折 应该说万科美元债的下跌 首当其冲的原因还是美元加息 导致所有的债券 包括美国国债的价格都在跌 这个是系统性的风险没人躲得过 另外呢就是房地产行业确实也不景气 前不久呢大家都在讨论二次房改 说政府会加大保障房的投入 虽然会放开商品房的各种限制 但这同时也意味着整个行业的蛋糕 或许会变得更小 眼下的万科的确提前备好了过冬的粮食 但如果冬天很漫长怎么办呢 如果当万科都顶不住 那么整个行业的寒冬将会严峻的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而目前这种可能性体现在市场的价格上居然正在增加